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朱培兹 新闻一开始忙 带你来关注 台北地检署侦办劳动基金炒作原摆股票弊案 除了先前已经被收到境界的五个人 包含是前劳动部的劳金局组长 尤乃文以及保家执行长 还有投资主管的部分 再加上赋华投资这群投资长以及经理人 那检方在昨天又发动了第四波的行动 这次锁定是疑似的收到尤乃文指使的 这个统一投信的这个资深的副总 经理人以及研究员 因为他们涉及了背信证交法 以及贪污罪 又被发现删除了重要的讯息 恐怕是有面证跟串证之余 检察官也已经向院方来申请积押禁件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已经戴上鸭舌帽跟口罩 还不时用手遮脸的 是统一投信公司资深副总经理确志昌 被检方查出疑似配合尤乃文炒作原百股票 是第四波搜索约谈行动的关键人物 另外还有经理人和研究员 劳动基金炒作原百股票 弊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和投资主管邱玉元 邀约前劳动部劳金局组长 尤乃文指示代操券商下单原百股票 协助出托 富华投资长邱明强基金经理人刘建贤 统统被收押禁件 研究员陈周伦五十万元交保 检察官扩大追查发现统一投信资深副总 确志昌有管理督导考核 全权代操的权利 尤乃文违法指示大量买进 原百股票而且搜索住处和办公室 统一投信除了副总还有两位经理人 和一位研究员的手机资料 都有删除重要讯息的痕迹 有湮灭市政串政之余都深压境界 华视新闻里面为 洪平华张兆元特别报道